馒头面到底怎样发才能避免蒸好的馒头起泡回缩变形 这个视频分享馒头面的发面技巧还有注意事项 欢迎您的观看大家好我是老默 接下来咱们一起看一下馒头面究竟怎样发才能避免回缩变形这样的小问题出现 首先发面怎么要用到酵母 而酵母的用量要根据夏天或者是冬天不同的天气来添加 夏天温度高发面的时候就要少放一点酵母三克就够 如果冬天咱们可以提到五到八克这样能保证它的正常发面速度 尤其是新手一定要注意好这个发面速度才不会受到影响 面粉就不用说了咱们选择合适的面粉对新手来说就比较容易一点 然后添加酵母大家要注意天气热的时候咱们不需要用水化开 直接就可以加进去加进去以后搅拌匀 发出来的效果也是一样的 但是大家要注意加完之后一定要彻底搅拌均匀 这样发面的效果才一致 还有一点大家要注意如果放泡打粉 千万别把泡打粉直接放到水里 放到水里泡打粉就失去了效用 咱们直接加到面粉里搅拌匀就可以了 然后水量 水量咱们还是要注意一下 夏天减少10到20克 再和面 夏天气温比较高 不管是发面还是饧面速度都比平常要快很多 所以要特别注意好水量 如果说水过量咱们发好之后的面它更软更稀 咱们揉面的时间会延长 因为要重新加入面粉 因为有朋友留言说过 在家里面和面每次和好的发面 饧完之后都特别软特别稀 其实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咱们加水的量没有掌控好 尤其是一次性和面特别多的时候咱们加水的量一定要控制好 所以和面的时候加完水一定要用手感受一下面团的硬度 包括湿度 尤其是用和面机 咱们加完水之后用手摸一下它的湿度合适 咱们就控制好水量 不需要多加水 这样你和出来的面团软硬度状态都非常的好 做出来的馒头呢 它成型效果也比较好 而揉面的时候大家要注意 刚和好的面团像刚刚画面中那样的干粉 一定要给它揉干净 揉光 这样咱们发出来的面 不至于粘手也不会粘得特别厉害 如果面团出现涡水没有揉匀 不像咱们画面中这样 每一面都不会粘手 它就会出现蒸好之后 回缩 变形 与手完全僵掉 这样的情况 而咱们新手第一次和发面呢 直接和好之后用手压扁 这样它起来之后 咱们能明显的看出它的大小变化 这个就比较容易了 然后发面 发面的时候 咱们夏天直接覆盖上放在外面发酵就可以了 因为天气气温比较高 发酵的速度呢 很正常 也会比较快 如果是冬天 咱们可以上面盖上棉被 直接来发酵 也是可以的 发酵好的面团状态 大家要注意 咱们新手第一次做 千万不要发的太旺 尤其是家里面没有任何机器辅助 咱们直接发成画面中这样 咱们手摸上去 不会粘 但是发酵的状态也不会太旺 这样的情况 咱们做出来的面团 一个是好揉 另外一个咱们做出来的馒头 形状就会比较漂亮 大家可以看 咱们这块面呢 简单的揉一揉 能特别快的去把它揉光 这就是发面状态比较合适 大家还要注意 刚发好的面团 揉面排气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好咱们这个状态 表面有些时候是光了 但它里面气孔特别大 就是咱们揉制的力度不够 所以咱们要继续把面揉的紧实一点 这样咱们做出来的馒头 表面一个是比较光 内部的组织呢 也会比较细腻 揉面的时候 如果家里没有压面机 最忌讳的就是揉面力度不均匀 揉面力度不匀 咱们再做出来的馒头 它就会出现起皮变形 包括有些时候会完全回缩 这样的情况 所以揉面的时候呢 把手的力度一定要控制匀 揉好之后的状态呢 就是比较光 里面的气孔比较小 这样的状况 就可以来直接制作馒头 包括揉圆馒头 砍刀切都是一样的 砍好之后的刀切 大家能够清晰的看到 它里面没有大的气孔 都是一些很小的 这样的状态就可以了 咱们手揉嘛 要求并没有那么高 比如咱们用压面机压面 一定要稍微压得实一点 表面比较光滑平整 这样的状况 咱们再来揉馒头 就会比较容易 还有朋友说 揉圆馒头 表面总是坑坑洼洼 其实最主要的就是 前期揉面 没有揉好 气没有排掉 咱们揉面呢 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做馒头这一步就比较简单 最主要的就是 和面 包括水量的控制 以及咱们揉面的力度 包括排气的程度 都能决定 馒头最后成型的效果 再一个就是二次发酵 大家要稍微注意一下 咱们夏天温度是比较高的 咱们在发酵之前 可以稍微喷一点点水 在表面 这样它就不会风干 风干的话 就容易出现皮和芯分离 所以这一点 大家要特别注意 另外一点 大家比较关心的 就是二次发酵的时间 其实二次发酵的时间 一般在15到30分钟 一般夏天15分钟左右 冬天30分钟左右 就可以发酵好 但是最终的发酵效果 不是时间来决定 而是馒头的状态来决定的 外观上看 明显比开始的时候 要圆润很多 手拿起来的时候 特别轻盈 轻按它也会自然起伏 这样就可以来直接针 二次发酵最忌讳发的时间太长 发的太过 如果是这种情况 咱们蒸出来的馒头 它会回缩 变形 包括起泡 这种情况特别多 只要咱们上面这一步做好 包括饧面 发面 揉面 二次发酵 都比较好的情况下 咱们蒸出来的馒头 就能呈现表面光 白 而且整体不会出现起泡的情况 当然咱们争执的时候 也有很多地方需要注意 咱们下期视频再跟大家分享 只要咱们前期的工作做好 做馒头 其实难度并不大 好了 今天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 再次感谢您的支持和观看 如果您有想学的 想吃的 或者是不知道的地方 都可以在视频下面告诉我 咱们下期视频 再见 请不吝点赞